接下来要讲如何去导入外部模型 然后呢 我再加载外部的模型 就按TAB键 ABC文件 ABC文件的一个导入 导入我们打开它属性按键盘E 首先打开 打开以后我们就加载 ABC的一个 模型资产 打开 我这里边呢 有一些道具的模型资产 比方说我们先做一个纸箱子 打开 我把这个数据呢 加在这场景里 打开一个纸箱子 好我们再把它呢 应用 比方说我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里面的数据更换 所谓的模板就是我把数据更换掉的 OK了 把这个盒子呢 我重新指定一下 退出去 比方说换一个随便吧 换这个 把这名称我 省的打字 把它复制一下 放在这里 那么它就是这是命名 节点命名 这样的话 节点就OK 指定改过了 我按N键 把后面这个呢 改掉 它要修改这个东西的 内容 那我就把这里面看着 我把这个数据呢 比方说我挪到这里来 我要换一个啊 这里面是一个章鱼 章鱼的模型是否要看起来有点小啊 我把它放在这里 那我就是给它稍微放大一点 稍微放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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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那这一个章鱼旋转值呢 可能再转回来一点吧